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来自于中国的最强大力士龙武 龙的传人的龙武 输的武是咱们中国最强大力士 他的实力很强悍 扑手能够推动20多吨重的火车 是咱们中国最强的大力士之一 这场比C咱们龙哥所迎战的对手便是右边这位 右边的光头 光头壮汉 法国拳王杰森 约翰逊 我们来看一下比C过去40秒 比C开始的话龙哥这边的体型上 我们来看的话确实要比对方的杰森 约翰逊 抓了很多 对方选手冲上来 拿到了一个上位双方选手 进入到了地面作战 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连续的上位重拳 那么对方的杰森 约翰逊的话 在法国他是一个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选手 而且是法国国家一级 吹酒混军 法国的吹酒就练 那欧日有之链 对方连续的轮摆 可以看出对方选手的综合实力很强 这里 哇的天哪 扛起了咱们龙哥 然后对方法国选手 杰森 约翰逊的力量确实很足啊 对方选手虽然说看起来并没有咱们龙哥撞 但是他的力量也是很足啊 一个重达270多斤的这么一个选手 但是咱们龙哥的话 他的体能呢 包括体型上来说 漂亮 半脚一摔 双方选手呢 有来有回 确实都是在展现自己这个强打的实力啊 这里龙哥拿到了一个后背 打到了对方的后背 连续砸拳 这里 哦呦 龙哥的掌控力很强啊 那这场比赛 那么对方法国选手对咱们龙哥可以说是非常的看不起 并且表示 这场比赛你赶紧滚回中国 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 如果你敢上了一台 本场比赛我定会牵手打死你这个东亚病猪 没有错 他把咱们龙哥的形容成猪 哎呦 确实有点狂是不是 好 这里非要不足出钱 本场比赛 中国最强大力智大战法国拳王的精彩对局 那么究竟是谁能够获得最终比赛的胜利 那么什么一代 这是戈励室 是戈势 uce 黄 substance self 掉 多 全 救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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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大铁拳最终是终结了本场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3岁的老战士——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本场比赛可以看到右边选手是一个 这个太狂了是不是 这里 哦呦呦漂亮 老师傅 刘长山 刘大爷果然还是保刀未老 这里的话拿到了一个上位 南北位的姿势啊 把自己的裆部卡在对方的头上 拿到了对方的后背连续重拳打击对方的副部 那这场比赛说句实话是完全不公平的 因为咱们刘长山刘大爷虽然说看起来很壮啊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他已经是90多岁了 呃所以说体能上可能打到后面的话可能会跟不上啊 哦这里的话刘大爷还是在上位啊 不断用自己的这个勾拳砸击对手 这场比赛确实没有想到呢 对方布拉科维奇的话是有着这个将军 哦呦呦漂亮 暴击对手 又是砸在了地板上 呃 对方布拉科维奇虽然是有着这个380多斤的体重啊 像头猪站起来一样 但是在咱们老师傅的面前呢 根本是不堪一击 好 这里非要不出前 本场比赛来一次中国93岁的抗战老兵能否战成对方美国大力士布拉科维奇 哦呦呦 对方拿到了一个上位 好了 咱们是没带 中路的速度是线 力量的 将近平注射势力量的 好的 呦呦呦 安息 弥勒 能力量到手掌一步好 clap 打拉过 那是人是比赛的手掌了 这种空门的都是 有点出发的一个人组合的力量 击快将射力在运动的力量 往沟运进入了第六个箇中 沟运丽势力量 比日快跳来大力量的 《T начал面前提依扣偶向 启迹不救》 现在他在远路上远就那么距对球 好久時間尋找的 拒絕對 总的強迫 我可以看了這種 Apollo 當然了 一下那ита limitation 結合一樣 對 pharmac 快蘬 兩分 他將是來到了 Medic 在那邊打了一整個環球 一般的環球 一個好棒的 他混合了 一整個環球的力量 現在下方的前方 無法接 他在做了一場,他跟他打败了 直到一場,他不太远 看他努力了 看他要打败了 他打败了,他打败了 他不太毫无法打败了 他不太毫无法打败了 但他本身表現了 他不太迫了 他接着了一局 所以有点连速的霍准 他也有了 他就像是同时就这么确定 快开快 来日子 纪念圈,因此稱它起, 滿前一步 jetzt Def gets back up, 快 into his comfort zone, ением預備 here on the clinch. shifting theirimizi inside, and now He's got the type line. attention to who is in his wheelhouse we'll see if he could get one of his submissions to pop here or not working out of side control here his opponent trying to control posture but you gotta be patient 好,哨声再次睡醒,没有错,本场比赛,一场中国大战美国,一场跨量级的世纪大战,93岁,大战33岁的对军,独独大战5分钟,我们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竞赛回放,一位这个93岁的抗战老兵啊,这里,哦呦,你看看这个力道,这个力度,非常的猛,那么对方布拉克维奇的话也是没有想到啊,一把老骨头啊,年过九旬, 人的老头打他呢,打得如此轻松,那甚至来说的话,对方选手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啊,哦呦,这个力道很足,对方选手的重达380多斤,好,这里的话比赛来到了第二回合,现在双方选手的竞赛表现好了,让我们是没呆。 对手的第一回合,对手的第一回合,没有很高 енная较有处境返还有一长的军 Kleiner 就是自己可以说 bagagemversa 为什么今天比那个多的比程 没有什么东西 也没有剧场 攻击条 他下 some 他中闻셔 networkbig Tof 操作 There DC 你知叫的 ロ迪账 się 都是 自己去 这 六 天 A lot of top pressure being applied here okay we're both inside control ieton of options he goes on belly alright north-south position here we see if the crowd can be mature about this DC well pretty good work off of the bottom herebaya havili his way with him here well he's got his back now Taxi, popping off his back, DC now looks like he's trying to hip escape Yeah he's trying to hip escape or maybe look for a Kimura here Lot of top pressure being applied here as he works out of side control Alright so you got to be careful playing on the ground with this guy You don't want to mess around for too long Beautiful movement, hip work on the ground here Just outstanding with the transitions He is not staying in one place on the ground 那是非常重要的 好,他在一半的位置 在一位置身上 在一位置身上 在一位置身上的位置 一位置身上的位置 可以做到一位置身上的位置 你坐上的位置 你折到你的位置 你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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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位置身上的位置 如果你放手 你的位置 可以用手 去把手 用手 或是追求到一位置 好,他繼續用手 能不能打好碳的 打了他的手 他再次贴他的手 很快 就好去立了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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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我不能振穫 funcion 果然船着到 為何他們達會干 又無法 了還立即 擺 interven戰 不出益中 There, but A HUGE BLOCK! So, A MUCH DIFFERENT APPROACH FROM HIM HERE IN ROUD TWO TOOK HIM A WHILE TO FIND THE RANGE, GET IN HIS STRIKING RHYTHM HE HAS FOUND IT HERE, AS A RESULT, HAS REALLY PICKED UP THE PACE IN ROUD TWO 所以, A NICE, TIRES, TRIPPED THERE AND DID THE TAKE DOWN Well, ANYTIME YOU'RE IN A GROUND FIGHTING SITUATION WITH THIS FIGHTER you're potentially playing with fire well he's in a compromising spot here DC you gotta figure out a way to get back to your feet Akhmedov gets back up again double leg takedown lands oh what a punch very tricky when he throws that body kick liver kick spinning backfist didn't see that one coming and both guys really throwing with authority beautiful body kick lands right under the elbow Akhmedov's lower jaw very swollen now time to bite down on the mouthpiece and move forward great punch landing with so much power real sneaky body kick oh tags him again with a flush left hand big kick land well done to catch the kick we'll see what he can do 好哨声再次睡想 没有错本场比赛 咱们中国的 老大爷刘长山的93岁的抗战老兵 跟对方的美国大力士 已经是足足大战了两回合 10分钟的退局的话 对咱们老大爷这个体能上的消耗 是非常大的 这里来看一下拿到了一个上位 但是这里对方布拉克维 其实把咱们老大爷架在龙边 直接是硬生生扛入到了地面 那这场比赛确实是很难打 因为对方选手毕竟是一个年轻力壮力 打如牛杀人如麻的这么一个美国佬 好比赛来到了第三位和 那么且看咱们中国93岁的抗战老兵 能否战胜对方 美国大力士完成这场不可能完成的战斗 好了 那么什么美国大力 好 恭喜 这位来自中国 你很快 我看不见什么 他开了 我看不见 他处理好 他在这边 没有招待 我看不见 他在这边 这边的招集 他都不见 他在这边 我看不见 现在还在这边 再次 再次 哎呦 恭喜 这位来自中国 93岁的抗战老兵 刘长山刘大爷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没有错 没有错 彪悍铁拳 依然是威力不见当年 这也是 干他了对方的美国 大理事 那当年的话 是一位这个 一勇无前 一个勇往直前的老兵 而这老了之后呢 依然是能够为国争光 不得不说 这位老大爷 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 然后再次恭喜 那么同时也非常感谢 屏幕前各位观众 老爷们的收看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了 英国壮汉 来到中国闹事 打死两人之后 扔下一百块钱 想了事 92岁的中国老大爷 表示拿命来还 好了 各位前的观众 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笑意说全 这场比赛的话 非常精彩了 一场非常特殊的 中英大战 中国大人英国 好了 比赛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谁手一上来的话 这个攻势上打得很凶 尤其是左边选就这里 抓头半脚一摔 重拳直接压上 好那么左边选手 正在争处于上位的 这个白头发的老头 没有错 来自于中国 92岁的老大爷 刘长珍 刘大爷 好那咱们刘大爷的话 在年轻的时候 是一位这个老战士 参加过抗美援朝 参加过中英大战 好这场比赛 那么他所赢战的对手 便是来自于 这个英国的一个壮汉 没有错 英国壮汉 安东尼 布鲁斯克 这里的话 老师傅 我的天哪 咱们刘长珍 刘大爷的话 虽然说是92岁 年过九旬 但仍然是宝刀位老 生龙活虎 对方的选手想挥拳 但是咱们老大爷 这个臂力 还很足的 按住对手 这可以看出 这个酒精沙场的 这么一位老战士 虽然说已经90多岁 但是他的杀气 还是很足的 好那这场比赛 正如赛前所介绍 那么对方的英国壮汉 来到中国闹市 并且是打死了 两名中国拳击手 并且对方选手 也是得意洋洋的表示 既然我打死人了 那我肯定要负责 扔下一百块钱 就想跑 并且表示 一条人命之五十 肯定是绰绰有余 我的妈呀 这个英国壮汉 拿一百块钱 买两条人命 那本场比赛 咱们92岁的 中国老大爷 刘昌珍 二话不说 冲上来一台 本场比赛是非打不可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 刘大爷 骑在对手的身上 我的天哪 这里的话 有一个非常好的杂选位置 但对方选手 毕竟重达三百多斤 一个大肉蹲 所以说想压制住对手 是非常难的 双方选手的地面作战 打得非常火热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这里的话 对方选手 把咱们刘昌珍 刘大爷的脑袋 给夹住了 这里的话 咱们刘大爷 再不断地试图反抗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 这里很危险啊 但是好在 咱们刘大爷的 这个臂力 还是比较足的 好这里 废话不多说 本场比赛 那么来自于 中国92岁的老大爷 刘昌珍 能否战胜 对方英国壮汉 让他血债血肠 拿命来环 好了 让我们刘昌珍 哇 what a transition good parts land just misses there with the left man he's just got a great feel for the striking realm early in this the timing is on point he's doing a great job of mixing everything up what a beautiful takedown but he just waited for one second and his opponents reacted before he could secure top position nice punch there by Akhmeto just missed with the left there beautiful leg kick thrown oh nice combination of kicks once again whifts on the straight right hand lunches forward with the left there and they separate some nice back and forth action here quick entry to get in on a single man that was a great single pick before right slams him on his back what a takedown how does that feel to be on the right hand of that I mean I knew that was coming how about the speed on that reversal there I mean I know you can get out of some bad spots but not with that type of speed you cannot allow him to get leverage on the bottom what a sweep oh continuing to work the body to great effect oh the kickboxing chops on full display with that offering nicely done beautiful kick landed by this man beautiful body kick lands right under the elbow s s single collar tie now and they separate big call from punch lands now he gets back to range big leg kick lands well he's got the longer reach and he certainly showed it there and landing that straight punch look at him working and trying to shut the liver down the timing his shots nicely here champ he's doing a great job of mixing everything up and using a lot of diverse strikes just out of range with that strike nice shot to the body there all right he'll engage in a single collar tie and he'll engage in a single collar tie and he'll engage in a single collar tie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 第一回合 啊这个惊心动魄的一场中英大战 打得确实很精彩啊 看得也是一个手心直冒汉是不是 那么对方的英国壮汉呢 身高90体重达到300多斤 那么他所迎战的对手呢 是咱们中国啊92岁的一个啊 老战士啊 然后比赛 那虽然说老大也90多岁 但是他的这个 凄厉的拳法不仅当年 这里被对方扛了起来 哎呦这一波呀 当时看得我真是非常的紧张 但是好在他们留大也的 抗击打能力呢 也是非常的强悍 好比赛来到了第二回合 先双方寻手的精彩表现 你还要得到最棒的 人家的一场 还是非常非常强 那是什么我们的一场 在第1回合 第1回合 他再次判断了 他再次判断了 不过他的内衔 不过他特别人的 但他也找到了 他也找到了 立马 如果你拿着手 这种刀的 是否则会 你胃背 中央打到手 感到到握手 搅長 多吉利物 穿到手 迹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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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手 背中 抓捷 好 接着 中央打 均 陈 美人 几乎 中央打 dc a lot of top pressure being applied here as he works out of side control all right working inside the closed guard now achmed has lowered john now starting to show signs of swelling all right dominant position for him here full mount if you're the bottom fighter better start moving those hips dc oh you gotta start moving those hips what you should do initially right is start to push at the knees push at the hip create some distance shrimp and try to recollect half guard half guard sucks but it's much better than being mounted fully by your opponent a lot of top pressure being applied here all right he's very comfortable fighting off his back dc now looks like he's trying to hip escape he's trying to hip escape or maybe look for a kimura here all right a good ground and pound by him here certainly staying busy and not just busy but effective you can just throw punches to keep the referee off you this guy is throwing punches to be effective to throw damaging strikes he's doing a fantastic job oh nice effective punch there by ahmed up oh beautiful jab there it's one thing to have length of course it's another to use it effectively beautiful job with that job so much different approach from him here in round two took on down that was so nice what a beautiful take down both fighters back to their feet now punch coming it's blocked big kick land look at him chopping the wood chop the wood with those leg kicks trying to establish that jab once again such a fast leg kick another big leg kick land got the single collar tie left hand punches the clinch mixes it up nicely in terms of staying heavy and also so that's got to be discouraging as he gets right back up again checks the leg kick look at how he turns his hip into that leg kick great punch landing with so much power liver kick and he landed the right hand there look at the force behind that leg kick so he's really starting to put together some significant body shots here these are going to take their toll as this fight goes on over and over he's landing these big body all right so inside the open guard of his opponent got to be careful playing around for too long here on the ground with this guy oh reversal here dc what a way to switch the position fantastic movement by the bottom line oh nice job to get back up again you don't want to hang out on the ground with this guy nice punch man over the top nice kick these guys are going at it look at the angle of that nice body kick another body kick land dc didn't take him long to find his range here tonight huh his timing is on point to dig and kick i mean he's cutting them down to size with these beautiful leg kicks what a punch punch to the body is blocked quick level change now he went single into a high climb oh he's taking this dude for a ride oh my god he switched the lock to a high cross rotated him and took him for a ride that was a big take dow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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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比赛展示了服务霸王拳 恭喜这位来一岁中国 92岁的老大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没有错 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